大家好朋友,歡迎來到恐怖一小時的晚上 今天先拿你出來,因為我剛才等你的時候睡著了 搞到現在要馬上開機了 不好意思,我今天說的題材就是關於辦公室裏面發生的鬼故 辦公室裏面發生的鬼故 其實我們一輩子都流長,有兩個地方我們逗留得最多 一個應該是家,另一個應該是工作的地段 人生裏面花這麼多時間在工作 特別是現代社會退不了休,生活成本太重 所以一輩子人在工作場所裏面度過的時間非常之多 但是人就是不喜歡上班,人是很奇怪的一個動物 我們一出生成年一之後就要工作 工作之後就個個都不想上班 不是有些人說很喜歡工作 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你既然死了就留在工作的場所託 你死了就自由快活去玩,歡樂天地,冒險樂園,什麼都好 為什麼你無端走到辦公室裏面出現 我覺得他要是走不到,要是他留戀某一些人 在辦公室裏面留戀一些人 人死了之後,精氣神陣了在工作環境裡 生前工作得很痛苦,每天都在做 可能他迷戀旁邊的女同事那些,會不會有機會 所以回來找他 開成故事 我試過,我試過,不收勾,我試過 上勾職員不收勾,第一份工作 是嗎 是啊 還有那些什麼,收兵那些 你收他兵還是他收他兵? 他收我兵,那時候還未成精的 他收我兵 吃飯有時候就叫你陪我去 但是一放假叫他去玩就不去 後來發人家然後叫兒子 那些 即是上班時間就可以有excuse 那些 放假就要陪他 是啊 那些 那些 都挺喜歡他 那時候 hurt過一刻的,少hurt的 那我覺得有一個愉快的工作環境都很好 有個心野對象 好像你正職沒有做過office 沒有,我真的不知道 我有做過office 其實就是我人生沒有了兩種的感覺 就是讀書時候的拍拖和office的戀愛 沒有 我人生是不是很缺失 office戀愛我未試過 我覺得是人生應該要經歷的事情 是吧 嗯 我 因為我現在看網上的短視頻 就是霸道總裁 就是那些 老闆其實是 暗瓦底 那些韓劇和大陸劇的劇情 霸道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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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很瘋型的劇情 又被老闆罵 人家就去請你吃糖 喝了白蘭蜥雞精才想走 我買一些禮物給你 我未試過office談戀愛 但試過在office開心 是 怎樣開心 不懂聽就算 我明白 沒試過談戀愛 試過在office開心 另外開心 都不是很特別的事 我什麼都沒有經歷過 很慘 讀書未試過穿校服拖手仔 感覺放學那些 真的開心到 跟你說 那種開心 真的很開心 當時好像上了月球太空 發現了新大陸 開心到爆 吃了開心果 今天就探討 為什麼那些人死了會留在office裡面 死了還不去自由自在 去歐美玩參加旅行團 做鬼在office談戀愛 有很多不同的鬼魂出現的情形 但office的鬼故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來來去去 場景不同 但是鬼出現的方法是差不多的 是 是規矩一點的 比其他地方的鬼魂 是規矩一點的 還有它沒有什麼害人的感覺 office裡面 不知道 因為職場 職場 你職場都會比平時你個人 是保守一點點 是嗎 可能會不會是因為工作性質 除了做夜總會上班需要奔放之外 在office裡面是上班需要保守的 我上網找了中西很多不同的office的鬼魂 因為我做過一年多office 就沒有特別大的鬼魂發生在我身上 或者有些人都忘記了 因為年代太久遠 有一個人寫了一件事 他說office裡面的鬼很特別 不是一定晚上才出來的 日光日白都會走出來的 office的鬼魂 這個人說在新都會廣場 做過90年代尾 2000年頭之前 在新都會廣場 你知不知道在哪裏 葵聰還是葵兄 為何你會知道 在葵荒 為何你會知道 在葵 地鐵站對面 為何你會知道 因為我常去 葵 什麼 葵荒 不是 那個商場叫什麼葵 新都會廣場 新都會廣場 新都會廣場裡面那個 是對的 我不知道 我不太熟 比較updip那個 但有很多東西看 有東西吃 總之有個人呢 葵廣 叫葵廣 我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旺中的廣場 旺中心 葵廣 叫葵廣場 大旗就在葵坊 新都會廣場 我去那個地方 因為之前 有個劇院在那裏附近 看東西的時候 順便經過才去 我去荃灣 通常都是看表演才去 那個人 就說在新都會廣場 某一期裏面 做過寫字樓 有一次 他的同事 晚上之後 就經常聽到一個女次 自己會開水喉 他們說 搞錯 洗完手 洗完手 不關水喉 神經病 就進去關水喉 怎樣關水喉 之後 水又再次開 大家覺得很奇怪 有兩個女同事 分別在不同 即是她回的長短週 知道什麼叫長短週嗎 例如今個星期六要回 下個星期六不用回 現在還有沒有人要回長短週嗎 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應該有些職業要 我 我就 回到長週 沒試過短週的 回到街上 回到六天 以前 跟著 她就上班 分別在不同的週末上班 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都是做文員的 她和她同事 都聽到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個位 是有人在唱歌 唱歌 什麼時候唱歌 就不知道為什麼了 總之她們聽不到什麼歌 一定是有人唱的 公司是沒有其他人的 是小公司 只有他們在 有一次有一個男同事 晚上留在公司 就做到好事 可能做出入口 那些歐美那些事情 她後面有一個告示牌 就會抄低一些 在帳戶上 給同事看 明天 突然之間 一個告示牌 就突然跌了下來 那些白白的大膠板 同一時間 跌下來之際 那些影印機 自己也在印字 噢 那印了什麼出來 我想知道 你問得非常好 我也想知道 但是那個同事 嚇到馬上去 關機 然後就 直接不敢留在那裡 就沒有看到印了什麼字出來 明天就被人想了 當然不知道 有一次 當時日光日白 是一個陽光普照 非常之太陽的一個早上 公司有一個打字房 大家要打很多字 我不知道做什麼工作 要打那麼多字 突然之間 他做了一些 partition 那些壞事 突然之間 他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這些地方 就突然之間 看到有隻腳伸出來 那隻腳是穿了一雙皮鞋 是一個女性的腳 那這個partition 可能只是看到下半部 即是上半部擋住了 他就看到有一個女人 穿著一雙普通的上班皮鞋 很急急地向一個文員的位置走過去 但是當時 文員已經不在這個位置上 出了去工作或者吃飯 後來他就看到 他經常找一個女人走到哪裏 就不知道他去了哪裏 在其中一個角落裏 就看到他的腳突出來了 那個地方就沒有路走 他就想走到哪裏同事 即是當時 但是誰不知 他走到過去 那個女人又動 動兩動之後 去到一個轉角處 即是例如這裏 是骨頭路來的 那個女人就不見了 就已經不知去了哪裏 他又覺得這個辦公室裏面有鬼 那隻鬼很明顯 又會弄個Lotus Board 又會弄個影印機 應該是民職人員來的 是吧 就是為什麼會逗留在這裏 你聽到這裏 我們繼續說其他不同地方的鬼股 你就會發現 Office出現的鬼大同小二 都是在做同一件事 就會搞你那些什麼 那些叫做 電影機、電器那些 Office裏面的用品 就是這樣 另一個呢 我見過一個影片 是有個人在做事 他的櫃 後面有一個櫃 櫃上面有三部電腦屏幕 是這樣打動一部 打動一部 打動一部 他不是這樣打滑 你想想電腦屏幕會站得很穩 下面有一隻腳 整部電腦屏幕中間那一部 車了到地上 那個屏幕的腳壞了 斷了 應該不會 他直接這樣飛出來 他不是掉下來 他是這樣 這樣飛出來 有騷動的靈體 你這叫做屬於 騷動的靈體反應 那張圖很瘋 很恐怖 另一個應該是 我想是馬來西亞泰國那邊 因為他有一個人 他有一天做事 做得很久 所以他就留在公司加班 就做到10點半 做完所有的事 準備回家 收拾好東西的時候 就落到樓下 就叫車 叫Grab 我想是泰國那些 然後幾分鐘之後 那部車停了在他前面 他又很奇怪 他的辦公室 要經過一條很僻靜的路 才進來 他看到Grab的的士 停在遠處 沒有駛過來 他就覺得奇怪 就打給司機 他說為何你不開過來 要我走百多二百米 他說那麼遠 沒事師傅 師傅就說 不好意思 我看到這裡是挖頭路 我就找不到 麻煩你欠幾十米 你走過來 不好意思 不懂怎麼繞 他都很奇怪 到了快去到車的時候 當然那個燈會照著他 師傅就突然打開窗 就跟他說快點過來 快點過來 快點快點 那個民怨 他心想 不知道是否擔心 等待時間過了 他要扣錢 就幫他省錢 就叫他快點過來 於是他就過了 你以為是要找廁所那些 快點快點 要找廁所那些 可能是這樣 怎麼知道 上到車的時候 的士司機 就開始神情有些怪異 看到他 然後就很痛 閉上眼睛 好像很凝重 深呼吸 不知道當時是否急事 然後呢 他就突然之間 那司機就拿了一些經文出來唸 就搞下槍 他想念經可以 紙肚痛 紙肚痛 可以紙肚痛 我知道搞下槍做什麼 因為放了皮 怕後面會不會聞到 那也不用唸經 唸經 唸經 後來他忍不住就問他 他說 Uncle 為什麼 剛才叫我走這麼快 又念經Uncle 什麼事 那些地方他們說的 白話跟我們有點不同 Uncle就跟他說 你剛剛走來的時候 看到你後面有個鬼魂 飄著跟著你 我就叫你快點走 我也不知道什麼事 總之邪 你聽到司機這樣說 也不知道要說堅還是流 還要嚇你 就不管了 就照回家 回到家的時候 司機就跟他說 那些衣服 不要放進門口 拿些滋油葉 明天叫媽媽買些什麼 楊柳樹 拍一拍他 什麼都好 香爐灰 總之放些香爐灰 把白貓洗衣粉洗掉 於是 要在門口 要乾脆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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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 拿個膠袋 拿在那裡 他當時就去到家門口 就想想想 你都不知道見還是流 想想想不對勁 因為他家裡都是住在一些 比較靜的地方 樓下有些停車位 他就想下去樓下看看 走個圈看看什麼事 他不太相信 就看看什麼事 看會不會有的士司機 玩東西之類 又或者 不停看後面的人 有人跟著他 對 誰不知他下去 就真的麻煩了 看到的士停在那裡 叔叔開了一部的士門 站出來 他當時把後座的士門都在開 下車下車下車 不要上來 在那裡說 就是那個的士司機 不知道他回來的 他遠處見到的士司機 趕車裡面的人走 他就知道麻煩了 這次就真的可能撞到東西 因為的士司機不像在那裡吹水 不像吹水 交合二四六那些 對 如果要做戲的話 都等他在那裡的時候 他都沒有回來 那究竟是個辦公室的鬼跟著他 還是他在辦公室做完事的時候 樓下又要鬼跟著他 這件事就不得而知了 這些辦公室的辦公室被鬼跟著 就真的慘到爆 另一個呢 就有一個剪片公司 應該是一些media的公司 他在鬼節的時候 就在那裡做事 他在馬來西亞 他在一個工業區 一個小型製片公司 有一天晚上 他跟他同事 就在那裡做加班 就說一些緊急的片 當時很安靜的 大家都 文字 就是畫面 大家看看 對那些位置 哪些位置 落刀就在剪短片 突然之間 辦公室 電話有人在響 響 半夜三更誰打來 就拿上去聽 裡面電話對頭的人 沒有說話 但是有一些很沉重的呼吸聲出現 他們是男人 不會有人聽著他們的對人聲 然後就做一些猥瑣事 應該不會 隔了一會 就又有電話打電話來 當其成 就沒有遺疑 開始就不聽了 打算玩東西 就扛起電話也扛不到 因為有幾個分機的內線 突然之間 你不聽電話之餘 那個辦公室那對門 外面 有人在敲門 晚上 然後按鐘 他們兩個就有點害怕 這麼邪 是不是看間 打電話來 看間打電話來 會不出聲 心呼吸 就準備看看外面有沒有人 誰知道 有兩個人在 他們看到兩個 打開門外面 一左右看 我們一開門 就立刻看左邊 好嗎 一提 沒有人 就關門 但只有一陣子 有人 又打開門 又啪啪啪 又用那個門鎖的領 看到那個門鎖正在動 我想像到那個畫面 很恐怖 很害怕 雖然兩個男人 但也套水 套水 後來就打開門 一個人都沒有 他們就知道 他們那晚就是撞鬼 撞鬼 為什麼那隻鬼 要告知他們 打電話給他們 呼吸聲 按門鐘 不想他們做事 做到禁東西 還是幹什麼 就是不得而知 因為那些辦公室鬼股 跟其他鬼股有些分別 那隻鬼沒什麼所求 而且沒有什麼人燒東西給他 辦公室撞鬼 不知為何 工作的東西 沒理由是虧給老闆 在公司撞鬼 還要自己拿錢出來燒 今天帶錢上班 幾代都不會帶錢上班 那些心態 還有一個 辦公室裡的鬼 很多時候 會搞文具 或者工作裡的工具 其中一個 有一個辦公室 他做銷售市 有一次他銷售東西的時候 那一陣子生意不好 也沒有那麼多生意 就出國旅遊的時候 買了一些很奇怪的 球材的東西回來 裝飾品 都不是裝飾品 符咒和神像 他是新加坡人 他後來回到公司的時候 就在公司貼了一些 催財、催旺的褲子 但自從他貼了一些東西 他就發現了 每次加班到晚上 都感覺到 後頸那裏涼涼涼 好像突然間貼了一些 小林生液貼在那裏 即是不知道什麼 小林生液貼 我知道 最多是發燒 你貼下去涼涼涼涼的 我沒有貼過 小林生液貼 我沒有貼過 我問你一個問題 前一陣子我看見有人說 小林生液貼 你覺得應該貼在哪裏 如果你發燒 因為我看過 有些圖好像貼在手臂 是嗎 還是貼在額頭 不知道 有些人說貼在額頭 那些一塊燒 我媽媽不是摸牙 她摸了頸背 我覺得貼在頸背 是嗎 為什麼不在冰箱裏 拿一些散熱冰包出來 周身敷一下呢 那些垃圾不是很久的 轉頭就沒那麼冷 或者一黏下去的時候就很冷 冰的持久性或者內用性 不是像那個貼一樣 貼是可以說早晚也涼 你睡一晚也涼 我沒有用過也不想用 忽然中口掛 然後那個人 當時怎麼會這樣 就經常有人看著他 又這麼冷 有一次連續幾天 晚上九點鐘 晚上九點鐘就做到十二點 真的很累很累 結果突然之間 除了頸凍之外 他聽到有人在旁邊 敲擊鍵盤的聲音 鍵盤裡面有些按號有聲音 有人在打字 他就心想 哪個同事在那裡 辦公室很大 誰的同事回來 就知道沒有人了 但都叫做壯膽 大聲叫一兩句 誰的同事回來 希望有人回答他 誰不知根本一個人都沒有回答他 他就發現了就知道有鬼了 因為就算你有老鼠 也沒有理由在鍵盤上面跳舞 老鼠也沒有東西吃 在鍵盤上面 對嗎 他聽到四處都有人按鍵盤的聲音 叫又沒有人認 看完所有東西都沒有人 肯定知道撞鬼了 為什麼那些鬼死了都在打字 究竟餵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會不會是突然間死 不知自己死錯了 不知自己死 過路死 不是有些交通意外 第二天還回 交通意外之後就回 他睡眠後就回辦公室 也覺得很合理 壓力太大 如果沒有完成工作 老闆就會炒你 或者會有不同的懲罰 所以壓力太大 證明他是一個稱職的員工 對 因為有時候上班 我沒有工作運 沒有說有些人關照 帶你做什麼做什麼 認識的 職場上都是一些黑人 坦白說 以前做辦公室的時候 早上 不知九點半 老闆就開會 正在那邊撿掃 問問今個月有多少錢生意 算不算得到 老闆是新加坡老闆 舊式新加坡老 就是一些澳洲公司 請了一個新加坡老做GM 整天都在罵人 我心想 怎麼會這樣 上班就被人罵 每個人都罵 可能對上班沒有什麼好感 應該沒有人對上班有好感 有些人上班很開心 上班 我想做到自己喜歡的職業 剛剛開頭會是這樣 你就算多喜歡一個職業之後 都會有厭惡感 有些上司會很關照你的 有些上司給你機會 有些上司給你機會 全部都是以前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 做了事情都認識了 都是九西 還沒上班 很嚴重 所以不上班 有一個職場的地方特別一點 他是一個按摩中心的水療中心 他是一個按摩師 他爸爸以前也是在裡面做的 突然之間有一次他經常見到 有一間按摩室 有一個小孩站在角落裡面 他不動的 小孩不動的 他只是用目光看著每一個經過的人 不知為何站在旁邊不動 看著每一個經過的人 有些時候他就不在房間裡 會看到他動的就是一個 很大的辦公室 他會在水療中心的辦公室 會走來走去 但是他到水療中心外面 他就站在房間裡 然後有些人就說我們都見過 就不知道他為何會逗留在那裡 這個小朋友 我想這個我猜到的 可能他媽媽或者他爸爸 經常都按摩帶他來 小孩進去沒什麼做就站在那裡 等爸爸媽媽按摩 就習慣了 又或者他熟了沒什麼做 到處去玩 水療中心有很多東西玩 打油機、電波 他到處走 可能一些人就認識他 以前的人就請他來吃東西 你爸爸要按摩 你爸爸要按摩 你上來玩先 兒子才接他 爸爸可能起完機 就接兒子離開 對不對 我猜到大約會是這樣 不知道大家朋友 回辦公室的時候 聽到鬼故 是不是跟以上 開頭入門的差不多 另一個就更厲害了 這些開始越來越厲害了 有一個人在辦公室 他發現了 不知道為什麼晚上 那些燈就閃了閃了閃光亮如燈塔 問正如過紅曆星 慢慢在那裡閃光亮如燈塔 他在那裡都覺得沒什麼 反正閃光亮如燈塔 這個時候很嚴重 整間公司的燈全部關閃光 全部關閃光亮如燈塔 全部關閃光亮如燈塔 心想 你不就要開閃光亮如燈塔 收工時才開閃光亮 拍開閃光亮如燈塔 突然之間看到外面那對門 有些微弱的哀號聲 又不是哭聲 哭聲和哀號聲的分別 哭聲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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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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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人把門開開 慣慣 他當時走出去看 辦公室一個人都沒有 好像這裏一樣 一個人都沒有 門又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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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什麼事啊 難道打風 唉呀 不要管了 撿東西走 或者是鬼返 或者是西隆 收工大過天 就走了 突然之間有一個女士 在她身邊走過 很快閃過 經過的時候跟她說一件事 唉呀 你不用怕的 用心做吧 接著那個女士就不見了 那個女士一不見了 那些燈亮了 接著閃著閃著 她就看到所有東西 嘩 那間辦公室一個人都沒有 對門還沒有打開 那個女士去哪裏 她不是鬼 想不到第二個解釋 後來她就撿東西走 到她走的時候就出走廊 走到走廊 出到走廊的時候 有人叫她的名字 喂 Pat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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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邊看 一個人都沒有 糟糕 撞東西 那就馬上走 那至於女鬼 怎樣跟她說 你不用怕的 用心做吧 是不是她以前那些上司 過了身她沒見過的呢 還是她老闆呢 還是什麼人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 這件事 究竟辦公室裏面 如果這個人在開OT 聽到有人晚上在唱歌 在叫你 你的工作又很趕 你會繼續逗留在這裏做事 還是你收拾東西回家 在家裏做的 以前不行的 我覺得自從COVID之後 很多可以在家裏做的 以前互聯網那個年代 沒有那麼流行的時候 很多工作真的要在公司做的 或者你有些單要整好 舉例 你明天要派貨 或者明天有些收藏 你家裏做不到的 你要整好一張單 準備好一張 明天那些同事運輸的 來拿提單 去做事 對 你回不了家裏做的 但如果有鬼怎麼辦 跟老闆說 老闆有鬼嗎 我覺得如果我是打工 我都會選擇走 我突然間很不舒服 老闆很肚痛 要回家 我有一個大後夜 才沒那麼嚴重 如果給我 我會打給同事 怎樣啊 我跟她說 我會撞鬼嗎 對 公司有鬼 女人走來走去 你可不可以叫一個人 隨便來 隨便來 坐動了 誰會陪你 誰會陪你 未知有鬼 誰會陪你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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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再跟你說 我現在幫你祈禱 你先做 我現在即時幫你祈禱 不用怕 緊急救援 不斷先 就會這樣 有事先打給我 先跟你聊 如果正那些 怎樣 吃了東西未 是不是累 是不是不舒服 是不是頭痛 不要做 或者有沒有什麼 還沒做完 我過來幫你做 我過來幫你先 不要怕 希望我多吃了東西 馬上去買一杯飲品 我一會兒過來接你 你到時候還跟他 蓋見那些 有什麼冷不冷 怕你冷的那些東西 很不公平 休息一會兒 回來第二節再說 好